小黃庭在紅線上被巡邏警發現 馬上脫掉 根據最新統計 北市違規停車 今年度截至11月高達84萬件 其次是超速 不宜固件繳交國道通行費 違規轉彎等 共開罰了26億元 創五年來新高 可能政府缺錢 停車困難 就會隨便亂停 封測市開除26億罰單 交通卻沒有改善 擁測狀況更嚴重 球市場柯文哲 民調低落的主因之一 民眾手持手機 或者是以行車記錄器 使用非常普遍 民眾檢舉違規 來看今年就比去年 增加了18多萬件 上架移動 調離 駕駛會到場 違規停取締熱點 莊東路四段是大熱門 八德路四段內科新一區 都是商場聚集處 可批大砍停車位 被解讀市反而逼市民違規 他把這個汽車停車格 改成機車以及自行車停車格 過去可以停車的地方 都不能停車 增加停車的困難 停車這件小事 變成市民很大的痛苦 他被停車越來越不易 靠成鐵腕抓圍停 近仗滿檔 交通狀況卻逗退路 法徑數字讓人更完蛋 記錄機關口全無完 S小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 對